大家好,這裏是港式多士播cast 又是我,Godfrey 今天依然有Brian在這裏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鴉片 鴉片這件事有些遠古 講回港式多士的近況 我們最近在中文大學做了一個學術研討會 我們很認真 但我剛才提到的題目是怎樣做社交媒體可以幫助推廣香港歷史 當時有很多香港歷史的大粒人 但我的職責就在派教 在講甚麼意思 或者講了香港人常用的句式 例如那些老派弱戶之必要 然後就要解釋給他們聽 因為有很多人聽不明白 有人聽不明白 再老一點的學生可能是社交媒體 網站其實是分不到的 所以當我留言給我的時候 他就說你講個網站呢 但我的表演不是這個 不要緊的 這是一個新意 我想對他們來說 對我來說也是一個新意 因為我們平時是對公眾輕鬆些 在一個嚴肅的場合做一些輕鬆的事情 要對一個學術界去講一些很輕鬆的事情 都是很不容易的 要有個膽量 要一開始戴頭盔就說 今天我是來搞笑的 大家就見諒一下 就是業餘的 今天是業餘的 今天是業餘的 大家可能沒有這麼嚴重 可能這個位置 只要港式多時一出現 你就知道這件事情是業餘的 都認真的 都認真的 搞笑居多了 除此之外 我們英國那邊都緊接拍新的影片 因為我們發現聽播放的聽眾 通常都不會按進我們YouTube 如果大家有行程日誌的話 就按進YouTube 看看我們一些優質片段 這個都要解釋一下 例如當是我媽媽 教她用Spotify 基本上是比較困難的 我覺得她也不會特意去下載 但如果不是 我放上YouTube 她就說 你這一集好像很聽我上一集 講屎尿屁 她就有這樣的評價 我覺得算了 不如有空也放上YouTube 即開YouTube 你不是用YouTube聽的 還有YouTube也有其他片段 除了播放的內容之外 最近就在搞這些事情 由於我們今天講的是鴉片 因為我們當然沒有吸過鴉片 我們兩個都 就算上級 今時今日我都 除了博物館之外 我沒有見過一塊鴉片 鴉縮紙 鴉片膏 完全 你完全不會有機會買到 看到的 現在在這個二十一世紀 我相信應該都是這樣 我們可以說的 我們嘗試說一些 退而求其次 我們說一些合法的東西 brief的時候 其實我有想過 因為英國的合法 和香港的合法 是有些不同的 CBD 英國應該是合法的 我真的不太熟 香港就說 我不知道 你盡量 你盡量不要自爆自己做的 我都會說一些合法的東西 所以那個界線 其實原來這個世界 是有點模糊的 大部分歐美國家 對於大麻的態度寬鬆一點 在香港才按 條線那麼緊 亞洲可能都是當作 是一個 毒品毒品 最近 泰國很流行 很開心 合法的嗎 難怪這些鬼都不喜歡去泰國 他最近才合法 世界上大部分人士 這是一個進步 我不知道 觀念上的東西很難說 我們可以說一下 你沉迷過些什麼 有些是會令到你的人 很廢 沉迷到 你對於鴉片的印象 就是歷史書 有個傢伙 躺在那張床上 躺在那張床上 這樣就擔住了那些東西 整件事就是很廢的 我想我們現代人來說 最容易就是上網這件事 正正是昨天 Eno Max 搞這個Twitter 有這個游覽限制 你知道我們這些足球愛好者 就很依賴Twitter 去看這些專會新聞 然後我看了可能不夠3分鐘 因為它的限制是你看了300還是600個帖子 好像是600的 好像是 我不知道 總之我看得很少 其實我看得很少 我應該都沒有看得太多 已經爆了 神經病 這件事 今早有這個quota 我再看 他就很囂張 他就在那裡說 這個是幫你回歸正常生活 幫你斷網 那不要用 當然 轉會 這麼簡單 如果有一個合適的替代品 我也是會轉會的 通常都是那些沉迷 以前是沉迷打機的那些 即使是考試期間 你每天都要打 其實更好 你考試 研中學你是放早的 是啊 變相就是你多時間打機 這個我們可以說一下 那些網巴的故事 我們遲些說一下 這個 大過的可能是喝醉酒 醉酒鬧事的經歷 少些 但我發覺近年年輕人都很喜歡 除了喝酒之外 也可以吃水煙 啊 生活態度 是啊 香港也有很多樓上的 私人的地方 可以這樣吃 是啊 這件事也是很放鬆的 但這個就近似 畫面就近似 像阿弓一樣 那樣的 遺害就不可以這樣相比 但那個畫面 視覺上是相似的 是我們沒有針對任何人 沒有針對任何人 我們 戴完頭盔之後 我們簡略說一下鴉片是什麼 其實鴉片是人類最早的藥物之一 那你知道 人類以前 都像神龍士常伯草一樣 看到街邊有棵草 那一定是要拔它下來試一下 才能安樂的 即是你不拔它下來試一下 你會覺得自己對不起這一生人 有些人試了鴉片之後 發現它有一個迷幻和止痛 就覺得這個植物好東西 正 到在新石器時代的時候 其實有些人無意之間 發現這些嵩縮花 將它不小心 用石磨或者石棕 棕了些汁出來之後 發現它比較寬鬱 腦袋可能比較開心 但需要留意一件事 因為原來人類進化 其實原來植物都會進化 現在這個世代 亨縮效力 其實是比起當時 是強好幾倍 那這件事也都在大麻身上 是引證 對於人類大腦的效果 其實就很難我們慢慢這樣說 知道它是可以令到你止痛 放鬆 就OK了 我們認識的 其實它是一個毒品 來的 不好的東西 其實它都有弱用 最先制度化使用鴉片的人 又是這個巴比倫人 我發現這個巴比倫人 都應該是人類文明 所有文明的起源 都可以這樣說 如果是先進 你知道它發生了先進的文明 大家就會有娛樂 和享受 初嘗試的事都是他們先做的 巴比倫人當中的蘇美人 用鴉片 它就將鴉片亦做快樂的植物 鴉片的用途也廣泛傳開它 亦給了亞術人和埃及人 他們就知道了 究竟鴉片是怎樣用 再到厚一點的世代 有些阿拉伯商人 將鴉片引入南亞大陸 即是印度 或者是越南 那些地方 亦都是我們認識的 19世紀 種鴉片種的最大地方 去到16世紀 有一個叫做 柏拉塞爾蘇斯的植物學家 它也是一個藥劑師 它將鴉片變成了一種酒精溶液 雖然以我的有限知識 我不太知道分別是什麼 我估計可能是 令人更加容易吸收到鴉片的藥力 它改了一個很漂亮的名字 將這個叫做永生之石 但這跟我們的認知是有趣的 相反的 吃得多鴉片應該是早GG 不是永生的 是往生 是往生之石 可能會比較刺 到18世紀 有荷蘭人就在化學實驗室裡 調配了一種叫做鴉片張勞丁的東西 被在維多利亞時期廣泛地使用 它使用的目的是用來做什麼 就是安撫神經衰弱 文就是這樣說 以我理解就是 比較高 即是你不開心 吃一點就比較高 即是放鬆 也是一個人 是一個放鬆 但其實它也有一個註腳 就是它說 其實鴉片作為這個 麻醉能力很強的藥物 如果你使用不當 就很容易成癮和中毒 如果你長期去吃這個鴉片 或者是鴉片煙的話 就會有慢性中毒 或者急性中毒 即是一定GG 慢又很高 一定中毒 甚至是死亡的 因為這個藥物開始在英國廣泛流傳 在19世紀 尤其是英格蘭東部的一些沼澤地區 那些人就濫用鴉片的比較嚴重 就開始有很多人吃鴉片 吃過中毒死了 所以英國政府其實就是在1868年 才能夠管制鴉片的銷售 我們注意在1868年 香港已經開了火 所以如果有人說 英國人自己不吃鴉片 即是中國人吃 那是不對的 因為其實他們自己都在吃 他們自己都是有人在吃到死了 1868年 你鴉片戰爭都是1840年而已 所以其實他們 你以為英國人不吃呢 其實不是 其實他們也是吃死了 是公平的 這件事是 中毒都吃的 我想也要試一下 華人世界 其實吃鴉片這件事 誰都可以說 我們認知中就是鴉片戰爭 然後之前就有些鴉片 開始混進來 然後大家就不斷吃 但是其實 早在清朝 其實可能已經是乾隆 雍正之前 都應該已經有鴉片 這個東西混進來 其實可以這樣想 就是阿拉伯商人 就把鴉片混進來 可能是南亞 或者是亞洲 或者是中亞 就是跟著那些貿易路線 理論上 這片大陸 就是我們身處的這片地方 其實應該很早就已經透過貿易路線 已經接收過或者接觸過這些鴉片 所以其實是make sense的 至於清朝的時候 其實早在雍正年間 其實在福建、廈門、台灣這些地方 就已經開始有些人吃鴉片 吃到上癮了 正常 我們知道華人世界 就是會上癮的東西都很多 或者不知道 總之會吃到有人上癮的東西 基本上就有人吃了 這個是一個人類的 我覺得必然會發生 是一個定律 你明知這件事是不對 還是你一定會做人類的定律 有一件事是犯法 後面就等於自然會有人去犯法 這是必然的 對抗命令是必然的 所以其實在雍正七年 即是1729年 就是鴉片戰爭發生之前 1810年之前左右 其實清朝已經頒發了 第一個就是禁止販賣 和製造鴉片煙的命令 這個時候已經有些人吃鴉片 是吃到黏了線 而政府也是說過不准做這件事 暫時的性質 因為那些命令 不是經常都長很久 可能我們上次說過的 那個遷海令 一段時間 理論上就 叫做有個紀錄 實際上怎樣執行就不知道 但是去到乾隆的後期 雍正之後就是乾隆 大概去到四五十年 大概是1780年 應該是有一本新的吸食鴉片方法 應該就是我們後來 只要知道大家 躺在這裏 擔著食物 那些食法 這個食法是誰發明 已經沒有人知道 但是不要緊 只要有人吃 自然就有人去研發這些方法 令到這個鴉片 以前可能是吃幾口 就夠了 但現在可能是 研發了這個新的方法之後 就是你吃了很多口 之後 還很有 還很濃味 還很正 那你當然是停不了 如果不停吃 對 於是你就越吃越多 那就很正常 所以去到乾隆後期 其實在英國大批輸入鴉片之前 其實鴉片在中國這片大陸 已經是一個小小的問題 我們都可以補充一下 剛剛你說的雍正命令 其實它的佛則是什麼 第一當然是沒收你的貨 這是必然的 其實它有說到的 它是漲100 那就是打你100棍 不要覺得打8棍很輕鬆 以前那些包青天的 打50棍已經差不多了 打8棍也會搶 加號1月 即是屎乎開花 一定開花 加號1月 即是說它進了加鎖 鎖鎖了手和頭是平排 這件事也會搶 四肢和頭不能自由移動 如果再犯的話 發配邊疆去充軍 但是根據我們的認識 邊疆就是近印度大陸和印度支拿半島 就是鴉片的來源 所以它發配邊疆 可能它是扔到俄羅斯那邊 那你很難說 哦 這樣就糟糕了 其實也有一定的佛筆 扔到俄羅斯那邊就是雪條 如果你是那些公子哥兒 食肯鴉片 就突然被人送去新疆 應該凍死 但是其實英國 我們知道 就是英國人 就是向清朝販賣鴉片 但是其實英國這件事 鴉片本身在英國是合法的 就是剛才我們 就是Goffer的態度 去到168年才有 第一個限制鴉片的法令 其實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英國人也是對於鴉片 是沒有什麼很特別的感覺 主要就是因為英國人 在喝酒方面經常太厲害了 這個我覺得是國粹來的 因為喝到啪啪呼 好像我昨天錄這段 今天我們星期日錄的時候 就是昨天星期六 剛好就是他們有一個叫 倫敦prie的遊環 多元文化有關的 基本上你去到 我想我10點11點回家 那天剛好出去 你看到周圍的地鐵站 已經是有很多人 坐著不知做什麼 那些人已經喝到傻了 基本上 所以這個是國粹來的 酒精對於英國 安全的 就是他們在那裡喝到這樣 以往那些鴉片那些 為什麼要去一個鴉片館吃呢 就是因為他要確保 一來可以買到鴉片 二來就是確保 他們有一個舒適的環境去吃 不要待會吃吃吃 可能打荷包 或者被人怎樣搶糧 那你在英國那裡喝到倒在地下 其實這件事是安全的 應該是安全的 但我記得一件事 我們將來可以說啤酒 一開始 英國那些軍隊 在香港那時候 曾經出現過一件事 就是因為他們喝的華人那些酒 都是幾十度起跳 那些啤酒其實是幾度起跳的 所以出現了一些事情 就是他們喝得太厲害了 就會醉酒鬧事 就是那些英國軍隊 計錯數了 所以曾經有一段時間 英國的軍方 是要提倡大家喝薑啤 混合啤酒 防止你們這些香港的英軍 醉酒鬧事 因為如果你去了那些村莊 那些什麼什麼米酒 什麼什麼橋牌那些 我相信他們是搞不了 應該是極快收皮的 叫人喝薑啤 其實就是水別人喝汽水 就是你水別人喝汽水 那些 或者混薑啤 兩度 五度混到變成兩度 我估計不是很好喝的 現在的薑啤 我們可以下次講酒精這個時候 我們再講 是這個是另一回事 不過無論如何 英國為什麼會種那麼多鴉片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曾經有一個叫做 蠔心和楊格的名字 的醫生 蠔心醫生和楊格醫生 他們就在蘇格蘭 成功地種植了鴉片 因為蘇格蘭 其實是那些土壤比較貧乏的地方 而鴉片本身 就是我們知道 其實是一個賣界很高的 其實利潤是非常之好的 所以如果你在一個 這麼貧乏的地方 都可以種到這麼高售價的東西 就是很吸引 對於很多人來說 然後呢 就是因為英國已經佔領了印度 這個地方 在印度呢 如果你是有一些充足的勞動力 然後你又有一個這麼大片的土地 用來種鴉片 就應該是發的了 我相信是 所以其實東印度公司 自從他們在1781年 大規模去生產鴉片之後 他們就會開始 以不同的方式 就會將鴉片運到 中國這片地方 就可能在廣州那邊 那邊運 但是因為它是一個比較 即它不是合法的東西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技術上 它在清朝大陸 都是非法的 所以就是有一點叫做走私 不要緊要的 因為走私而已 走私你要對抗走私 所以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你賄賂官員就可以了 而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可行的方法 即是你賄賂一個清朝官員 一定是容易叫他做一些合法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可以了 但無論如何它都是走私 還有一個方法 即是你的船 以前那些走私船 是快艇 不是有馬達的快艇 是那些很小的船 然後有一個帆 如果小的話是靈活 加上速度高的話 那你那些清朝的水師 即使它是一個正直的人 它是追不到的 即是它說了一個簡單的道理 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總之我走私不要緊要 我在你面前走私都無所謂 我快過你就可以了 是的 這是很現實的 我快過你喔 你追不到我 是的 我在你面前砰砰飛過了 那你看到那又怎樣 即是你是不是追 就算你追也未必追得到 然後到你追到船 那些貨都下來了 那死口不承認 蛇咬都不承認 那就沒事了 那時候很多那些 不論是中國商人 或者是外國商人 要走私 它都是一些大船 去到公海 然後找一個小船 放下去 找一些鴉片 甚至乎 其實它不一定是鴉片 它有時候會走私一些 賣到錢的東西 銀器 瓷器 或者其他都好 因為它最簡單 它就是想逃稅 就是它就是想逃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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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合法入口的話 它都應該未必會 乖乖地拍到案子 和你怎樣 因為其實它的目的 就是想逃稅 它想省錢逃稅 再加上 可能它逃稅之餘 它又賄賂了一個官員 所以它算過那個得失 就是給稅的成本 比賄賂更重 所以它走私加賄賂 那就算了 那就賺多一點點 那年代沒有那麼多CCTV 所以其實是輕鬆的 很少而已 我也看過清朝海軍 那些水師 就是發炮一下 然後號稱就是擊退了 然後它就會寫一個咒接 就是發炮擊退了這些海盜 還是不知道什麼 其實它在你面前是走了 大家都是循例 就是對著方向 其實你是在面前快速走了 所以是 那就當有打 那就當工作了 大家聽到鴉片 都直接聯想到的東西 就是鴉片戰爭 之前說過 會留一集講鴉片戰爭 我們今天是不會講 鴉片戰爭的細節 我反而想講一下 不知道Brian 你在DSE的細史科 有沒有聽過一條題目 叫做 你在多大程度 認同鴉片戰爭是關鴉片事 這個是細史嗎 細史 細史 有沒有講鴉片戰爭 我真的不知道 我沒有讀細史 我會離身 我讀中史 A級的課程有 我不是很肯定 DSE課程有 我猜應該也有 為什麼它要設置這條題目呢 鴉片戰爭的爆發原因 其實有很多個不同的解釋 包括有些解釋是文化衝突 文化衝突包括三季九寇的問題 市團到皇帝不歡而散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法律觀點的問題 如果你記得我們之前 講悉多士做過一集 Youtube是講臨遺喜事件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尖沙咀的村民 被不知道什麼國籍的外國人打死了之後 清政府就要他交出兇手 然後議論又不肯交兇手 結果兩個人開始吵起來 因為英國人或者外國人 來中國做生意做了很久 一定是有這些衝突 數以百計的衝突是發生過 有時候很搞笑的 有時候就是 那些官員就 鬆章給你 就說你隨便找一個人認了他 我就當罰錢 因為沒事了 甚至是打死人 傳統的就是交數交數 廣州十三行的制度裡面 那些官員就鬆章給你 可能因為收了你的利益 或者本身就是十三行的 那些供應器 即他本身就和你有生意來往 所以有時候他會鬆章給你 有些就不知道是因什麼事 就一定拿來做的 試過有一次就是那個 史密福斯號 那個人只是發禮炮 就是那個水手 但是不知道他是瞄準得太差 還是是射術太差 射到人家的船上 炸死了一兩個人 那就是發禮炮 禮節性發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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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人的角度 他是有罪的 但他犯的是誤殺罪 因為他不是故意射射你 但是以清朝的角度 這傢伙一名填一名 一定無 一定GG 所以很多時候這個衝突是這樣發生 這也是其中一個因素 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白銀的問題 即是一個貿易戰爭的問題 中史或者是大中華愛好者 大中華歷史學家 一直執著的一個點就是 鴉片這個觀點 鴉片的觀點就是 一場正義的戰爭 英國人拿了些不好的鴉片來到中國 逼他們射 或者是引他們射 令他們 逃獨些人 令人吃到人的身體又很廢 又偷了你的錢 英國人就是100%壞人 早知道是壞到不能再壞 然後我現在不買了 就要銷毀它 然後你既然因為這樣而打我 那道德就一定是你最差 那為何他要拿著鴉片這個東西 而不是綜合那麼多因素呢 那就是因為 中史在現代的地位 即現代史的地位 中國是一個受害者 即是他自居於受害者 即是英國又來欺負我 然後法國和美國 連意大利和匈牙利都來欺負我 那我就最慘了 到這個二十一世紀 開始逃強 有中華民國 然後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我就開始發問 超英港味 我們就抬起頭 好的劇本 好的故事 我被人欺負 然後我突然覺醒 然後怎樣逃強 這個不是很美國式那種 underdog的故事嗎 其實也是 其實歐洲人很喜歡 歐洲人應該很喜歡這個故事 所以在中方 不論是中華民國 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 或者是華裔學者的觀點 就是鴉片一定是一個唯一的因素 其他一些都是假的 或者是不重要的 那些什麼法律上要交人不交人的問題 只是一個資質 或者那些什麼做生意做不做到的問題 只是一個資質 因為他要有一個道德 就是他有一個道德的高地 他才可以 他比較多這些 就是他有很多正邪 中奸 就是林則瑞就是民族英雄 因為他是燒鴉片 然後如果是歧視 他就是漢奸 他的支持 他會這樣去打這些身份 即是他很喜歡 將一場戰爭 列到一定是一個 超級壞蛋 一定是一個 超級受害者 他在鴉片戰爭的角度 而鴉片這件事 無可否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亦都無可否認是 英國人大量引入去中國 東印度公司的專利權 他會更加自由地出入貿易商行 數量更加多 所以他抓了這一點 就發達來做 亦都能配合到他日後 就是中英談判的時候 要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他都可以用一個 以前是受害者 現在我是來討論公道的角色 所以他一定要拿著鴉片這個點 我們香港的教育制度 中史這部分 其實是給一些 當時南來的中國學者去處理多 英國人沒什麼理會過 你這部分中史怎麼搞 所以這部分 他會極多強調那些 受害者 不平等條約 那些其他人 而西市這部分 其實本身 好像是外國人搞的 還是我不肯定是誰搞的 總之就不是那些南來文人 所以就會用一個 很多元的方法去拆解這件事 亦都沒有說一定要找一個 好人 一定沒有一個壞人 總之他就是想盡可能 這樣了解這件事 所以就會有 一個鴉片戰爭 兩個不同歷史科去解讀 所以那時候 讀得好像是精神分裂 即是中史 如果中史卷寫西史的角度 寫得多好都好 一定是GG 如果你西史卷 寫中史單方面的寫 都應該是GG 所以這就是鴉片的問題 學習中史的時候的一個 觀念的問題 更加是 我們以前可能沒有所謂的 可能很有趣 其實他很故事 和戲劇化 有些少許 當故事這樣聽 很多時候都可以 跟三角意義一樣 曹操就是大奸人 諸葛亮劉比 正義的化身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可以 把他和其他中史故事比較 例如那些 閒淵之文 碎幣 那些超級不平等 你見現代政府也好 或者是 現代中史課程也好 他不會叫你去搞那些金人 即使蒙古現在是一個獨立國家也好 他不會叫你罵蒙古 以前的帝國主義 入侵我這個大宋朝 不會的 因為他無法連結 這是一個百里的 不是的 他無法連結到現代社會 你吵現在的蒙古有什麼用 他以前大大聲說 你侵略我 但是現在你計算 那些人可能是黑龍光來的 那麻煩了 你走不走去中國東北 那樣大聲宣稱 最近有一個中國的外國電影 講鱷菲的 之後有很多中國的網友看了 很熱血 原來當時很愛國的抗金 然後他發現的是微博 然後他出了一個地址 是中國瀋陽 下面的人就說 你就是那個金人 鱷菲的人就是你 所以就會有一個不幸的誤會發生 其實我們再拉回清朝的角度 鴉片戰爭來講 之後他就會有超級多的受害者 法國人又打我 又不知掠我 德國人掠我 在同一個時空的時候 中國也是在欺負一些更小的國家 例如那些越南 緬甸 甚至乎 朝鮮 這些都是在他附庸之下 或者琉球 都是讓他進攻 又怎樣怎樣怎樣 這些你又不會拿出來說 即是贏兩次 兩把 總之人家向你苦手清神 就是因為你國力強盛 沒錯 但如果有人來打你 那就是他入侵我 即是他不對 這些時候就會覺得 那是怎樣 你把他的尺度滑一 那是怎樣 很難搞的 他那時經常都說 你那些英人 經常拿一架船在我定海門口 來恐嚇我 那我就要跟你簽這個 南京條約 這樣才算 他很多這樣的事情 就說你恐嚇我 你把船出來嚇我 那是真的 那英國人的確是嚇他的 不是來跟他做生意 其實另一邊商 有一次我忘記了 是墨西哥排話 即墨西哥遠到 誇張格格太平洋 中國剛巧有兩艘戰艦 在美國不知哪裏做訪問 之後他就打算 拍到墨西哥門口嚇人 其實同一件事 是有發生的 只是你對著美國 或者英國這些大國 你不敢這樣做 所以你就是受害者 墨西哥這些二線國家 你可以拍到他門口嚇他 中史科的矛盾 也可能是鴉片其中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矛盾 我們講完這個 可以講一下這個 其實我們講鴉片戰爭 我們獨立一集說 但其實很多名字 它只是出現過 在鴉片戰爭裏面 就是來年之後再讀書 林則徐發生什麼時候 沒有人知道的 之後那些人發生什麼時候 沒有人知道的 就是讀書都會經常出現的 就是他經常在那個時刻出現過 但是其實歷史是一個很立體的東西 就是你作為 他是一個人 他是有存在過 他不是完結了 他就像打遊戲一樣 就是完結了 這個NPC是可以滑走他 他站著不動 你按他說話 他都會說那些話 最後在教科書的時光 是不是因為怕得罪英國人 所以把他隔離扯了之類 都不肯定有沒有 我不太肯定有沒有這個故事 在教科書出現過 總之林則徐之後其實是 還在生的還有做事的 現在可以輕輕說一下 其實林則徐被人隔離扯了 始終他引發了這個戰爭的其中一個搞手 雖然一開始不關他的事 是道光皇帝叫他去搞鴉片 這是另一件事 無論是他之後隔離扯了 其實很多都是這樣的 即是和鴉片戰爭有關的官員 可能他之後都會重新起用 那個時刻 可能燉了冬菇 所以之後其實林則徐就是派了 特別派了去新疆那些地方 做一些探索或者開狠的工作 因為其實以前 我們現在知道新疆那些地方 就是很荒蕪 但以前其實不是的 西藏也是 以前的西藏新疆都是那些 水土很充足 很優美 很適合拿來 其實都適合拿來耕田的地方 所以林則徐就去了做這些工作 而他曾經在鴉片戰爭之後 他都見過一個人叫魏元 魏元後來寫了一個叫海國圖志 那些施而長寄以制而遙的東西 那個人就是他 其實林則徐就有給過一些資料 這個魏元 其實林則徐都可能是 推動了晚清改革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人 但是說回鴉片這件事 就是他曾經 林則徐就寫過一封信給他一些學生 他就說其實 在中國這片土地 就是清朝這片土地種鴉片 其實是OK的 因為沒什麼 問題就是什麼 如果大家 就是這些清朝的子民 是吃外國的鴉片 而不吃清朝的鴉片 那就是不好的 但是如果清朝人吃清朝的鴉片 就是吃一些國產的貨品 那就是那些金錢 就在這個國家裡面流通 那其實就是做什麼 內循環 就是簡單 大家容易理解就是內循環 那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沒有問題 這個其實就是林則徐的idea 其實他是支持鴉片的 你可以這樣解讀 他最反對的是 你賣鴉片給我 我賣鴉片給自己 就另計 這個其實有一個意思 這個意思就是 林則徐當初 可能打著這個反鴉片的旗號 去做很多事情 後人也都 將他變成禁毒先鋒 大家可能理解錯了 其實他只不過是一個貿易先鋒 他是希望自己的人 用回自己的國貨 所以他就是排斥別人的鴉片 但是這個又引申你一個問題 你又種鴉片 我又種鴉片 按道理 本土種鴉片 運輸成本都節省一點 為什麼那些吸毒的人 都需要吸毒別人的鴉片呢? 這個就是一個很值得去探討的問題 這個可能是技術問題 但是 以這個數字來說 鴉片戰爭之後 都沒有什麼人理鴉片這件事 就是我們讀書 但實際上去到1879年 我們逐個算 就是杜光 鴉片戰爭就是杜光打 之後就是咸豐 我們經常說咸豐連家 就是他 即是已經是同志 即是已經是慈禧太后 其實已經隔了三四十年 去到1879年 這個清朝土地 他們國產化 這個程度達到差不多八成左右 即是說其實大清這片土地 他們在種鴉片方面 之後就已經實行了自給自足 鴉片自由 他們已經可以 是的 已經達到鴉片自由 並且之後其實是可以出口鴉片 這件事就是非常有趣 可能大家很少聽到 鴉片在教科書的角色 去完鴉片戰爭就完結了 即是不會繼續說那些人 究竟還吃不吃鴉片呢? 那些人究竟還買到鴉片呢? 是不會提的 但是其實是買到的 而且還是一些優質的中國貨 是正的 但是其實英國又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之後英國他們就引入了 因為其實英國人或者歐洲人 始終是對於清朝 即是中國的茶葉 其實他們的需求才是最大的 而茶稅的收入才是最大的 即是英國引入了種茶葉這件事 印度那片土地之後很少種鴉片 即是慢慢就變成種茶葉 而這個清朝人已經學會種鴉片 即是他們基本上是交換了技術 你好 你英國人喜歡喝茶葉 你就自己種茶 接著我清朝的子民喜歡吃鴉片 我就自己種鴉片 所以之後就變成這樣 就是那些什麼石蘭紅茶 就是這樣來的 那時候英國人就開始懂得種茶 其實英國人很搞笑 因為他在香港 他也曾經想試用香港來種茶 因為在他眼中 香港也是曾經是中國的領土 你之前那些有福建那些種種 那你香港也是沿海者 我就試試看 最後發現是炒的 即是種得不好 接著他又試過在台灣 不知道 即是打狗那裡 即是高雄那裡種 台灣是叫做OK一點 但到最後他發現 其實印度也可以 這樣就解決了所有問題 這很有趣 最後大家實現了技術交換之後 其實才是最好的結果 而這個鴉片 即是去到之後 晚清清朝末年 他也是成為了另一件事 就是因為我們之後知道 清朝結束之後就是一些軍閥國具的年代 那這些軍閥打仗 經常都要打來打去 那他們靠什麼呢 就是靠錢 所以黃賭毒這些就是軍閥必定的 因為是最多錢的基本上 而鴉片也是一個No.1的東西 所以鴉片的利潤很高 所以其實當時有一個數據顯示 其實大部分的省都是種鴉片的 而很多省種鴉片的面積可能是一成兩成這樣 即是他直接不種一些吃得的農作物 即是吃得的那些就不種了 你自己搞定吧 但是鴉片就不行 因為我可以收錢 那就是類似這樣 這裡有個數據 這個廣西省 它在1932年 它的收入就是3100萬 而其中鴉片和鴉片有關的稅 就收了1500多萬 即是說差不多一半 即是知道其實鴉片是正的 就是提供了很多經濟收益給那些軍閥 那些軍閥都真的需要買軍火 就需要這個鴉片的金錢去做這件事 相信那個年代有很多不同的 無論是軍閥或者是有軍隊的人 現在都會種一些鴉片 籌集一些經費 大家有興趣就可以搜集一下 即是那個年代有哪些人 即是有哪些派別是會種鴉片 例如有些產區都很優良 例如延安的產區都是出名去種這些東西 這個就是留給大家去慢慢研究一下 千萬不要搜尋延安鴉片 你看找找有什麼出色的人在那裡種過鴉片 我們說完中國一大堆 我們先說回本土香港的事情 香港很遺憾地在那個年代 即是二十世紀初 其實是沒有那麼鴉片的 還沒有那麼鴉片的 到1914年 香港政府為了控制鴉片的出入 它還實施了一個鴉片鑽 就像現在馬會一樣 黃瀑賊與瀑賊也是穿賣物 因為在賣物之後 他要找一些人幫他做一些分銷 或者拿著鴉片鴉片的吸煙管 其中有一個就是一個豪商 一個很大的商人叫做李希神 即今時今日大家去銅鑼灣希神就是那個希神 李希臣本身是在夏威夷出生的 他是一个华工的儿子 年轻时回到香港 做汇丰银行的职员 本身是做一些翻译 后来他想着 他父亲和他两个想着 做鸦片好像会费费 他们就决定去鸦片这个行业 果不其然做鸦片真的会费费 他很快就变成了香港 纳税很多很多的一个人 他多到怎样呢 他可以在1923年的时候 用380万 记住是当时的380万 现在我们连380万我和你都拿不出 我都未必拿得出 购币已经贬值了 我们都拿不出 他和仪和在铜锣湾东角 买了一块地 本身打算搞鸦片厂 因为当时政府有意 通过这个危险药物条例 把鸦片进一步打压 让人吃少一点 在这个不利的营商环境之下 改变了想法 做了一样 所有香港人有钱人都会做的行业 就是地产 他当时做了很多东西 例如那些什么利舞台 或者那些利园 游乐场 也都是他做的 因为他买了整个山 慢慢又建设楼 又建设楼 其实他也没有停过做鸦片 而他做鸦片的 范围 除了香港之后 还去到旁边澳门 他有两个很有趣的经历 都不知道能不能说有趣 第一个有趣就是 其实他曾经和伙伴 去赚一批鸦片 大概98箱的鸦片 合法权益 因为 他们可能有些数的争论 就过去高等法院 经过151天的诉讼之后 李希胜是获得胜数 为什么这个这么轰动呢 因为他搞了151天才搞清楚 98箱鸦片是属于哪一个 很长的审讯 对于那时候的人来说 第二个就更加有趣了 第二个就是李希胜其实有一个 澳门的伙计 姓廖的 帮他打工的时候 做了这个鸦片生意之后 就发现 利润很高 所以他就自己自立门户 但是鸦片这个生意 也说过不是个人都做到的 所以他就联同当时澳门 有一个叫做鸦片管理专员 叫做保罗的人 一起搞这个生意 但是由于这个 李希胜和澳门政府是签了约 所以他就跟澳门总督说 哇你这两个人在背后捅我一刀 打算抢我的鸦片的经营权 李希胜可能说得太过分了 一些用字之类 这个保罗 竟然觉得他名誉受损 告他诽谤 很有趣 因为鸦片而过人诽谤 好笑 怎么会有鸦片管理专员 合法的 澳门也合法了 其实这些黄祖独的东西 香港合法 那时候澳门 当然也合法了 不要紧的 总之他们搞完一大量之后 发现原来是这个 李希胜是赢的 因为他只是跟政府 相关人员投诉 而不是公开发表 所以就不构成诽谤 这个也不是最重要的 这个案件终结了15天左右 李希胜有一天去中环九鱼坊 逛街 突然去了一个九鱼坊和威廉顿街之间的暗巷 首先我不明白有钱人为什么要走暗巷 当然危险 你本身是用鸦片的 是一个不智的行为 突然之间被人拍肩膊 喂 然后就砰砰砰砰 三枪射低了 报纸形容他有呼叫几声 很好笑 他呼叫几声之后 就当场丧命了 空手就逃去无中 而这个他被刺杀的消息 经过几个小时后 终于传到澳门 澳门的华人 就在这个店铺和住宅里面 开心慶祝 放炮奖和打罗打鼓 烈地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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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他们就决定去赌场 再次庆祝 完全找不到 空手在哪里 知道空手已经挂了老衬了 香港警方是帮不了手的 而李氏家族 亦曾经援红了两万元 想破案的 这件事发生之后 李氏家族在香港就慢慢 低调一点 但是他们后来去了加拿大 有一个他的孙女 不是孙女 是什么 袁孙女 即三代 三四代以上的 他是做了加拿大参议院的议员 但是他来香港的时候 他就跟传媒说 其实因为这件事之后 他整个家族都不能去澳门 他觉得仇口是可以延续很多代 我觉得有趣的 其实他们永远不过大海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们明知空手在哪里 还是他们就捉不到 只可以这样说 这是一个趣闻 不是趣闻 就是一个 冷门的故事 冷门的故事 也引证了鸦片这件事 害人害己 即使你做到这个 你欺牲这么大的生意 最后也是因财失意 他也可以说是间接地 死在鸦片底下 可不可以这样说 即是他做鸦片 然后他因为鸦片而发达 也因为鸦片而 丧失他的性命 Rick 你觉得什么时候香港是完全禁止鸦片的 其实你这样想 因为现在的毒品已经是另一个境界 这个会不会是一个自然 自然排斥了一些旧有事物的东西 就不是的 因为禁止鸦片那个 竟然是日本人 1941年之后 香港变成日治时期 但是1943年的时候 日本就统一地 决定全国禁止鸦片 当然包括他占领了的地方 就是香港 其他地方也是 所以原来 帮香港断绝鸦片的 竟然是日本人 早几年是一条题目 说什么日渐时期 日本侵华还是日本侵港 可不可以有没有好处的 那我就帮你找了 其中一个日本人做的好事 虽然不多 但也有一个 都有 这个也写得下去 但是也就像你这样说 表面上禁和暗地是两回事 所以我不知道在哪里听回来 在90年代初 我居住的大埔 原来还是有一些鸦片烟膏 为什么有人买呢 就是说那些围村 或者是那些 原居民村落 有些很老的老人家 在很久之前 已经开始有吸食鸦片这个习惯 当然去到后来 毒品转型 已经不再是鸦片了 那些老人家转型不了 老人家吃开就是吃那样的 也要服务他们 所以还有一些 不法之徒 地下地 受了鸦片 但我不太知道这个形式是什么 也不知道他的课源在哪里 但是就听了这些传闻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说了整集 都是一个信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的信息 就是千万不要去试 无论是试鸦片 因为好奇而试鸦片 或者因为好奇而试其他 就是会上瘾 对身体不好的东西 都是少 不应该这样做的 少试为妙 就算是什么酒 这些都是 就是酌量 即是合法的 有这个折制是比较好的 这些 这些头盔是比较大 对不对 反过来看 喝酒喝多也会喝到窮 这些 也会有利益上的原因 我觉得 法律的原因 就是另计呢 最后说一下 我唯一一次见过 真正的鸦片在哪里 就是这个新加坡国立博物馆 讲到新加坡作为鸦片中转站的一些故事 他有一张图片是很吸引 就是他说了那些图片是谁出的呢 是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出的 他说什么呢 就是叫那些华人不要去吃鸦片 他那个是一个六格还是四格漫画来 他的故事很简单 也很直接 首先有个人本身是有田有地有 有儿有女有妻有老有幼的美满家庭 第二张图就是说他开始吃鸦片 吃鸦片之后 第三张图就是要卖田产 大屋 第四张图就要卖老婆子女 第五张图就开始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第六张图就死了 简单粗暴的形式 告诉你不要吃鸦片 远离鸦片 如果不是家货人亡 其实跟现在很多那些 宣传不要吸毒的那些 其实都是异曲同工 好像有些什么吃到你身体不知怎样的 我说越吃越小 大家不要试了 我没试过 我们说完这些头盔之后 其实我们最后都是纪念的 就是鸦片固然是不好 但是因为我们阅读史料的时候 鸦片这个关键字 就很容易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 就令你不能得到一个 中狠 而且客观的历史信息 所以大家在 想了解这些历史的 过程的时间 其实应该要 多看一些不同文字的史料 包括英文和中文的史料 也要保持着一个很判断的心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这些就是精神鸦片 可以这样说吗 即是你信奉了那些东西 你信奉了那个故事 然后你很狂烈地投入了那个 故事和那个角色 就不够一个完整 就是我们这一集 说了很多 大大小小的区区 我们希望 大家都知道想说什么 我们下一集再见 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